其實我以前不想戴蓮蓬頭 是我有時候看到一些畫面之後 久了我都會自己戴 是因為有時候 媽媽幫小孩沖屁屁的時候 蓮蓬頭是靠著屁屁的 然後有時候她的邊面會沾在那個 然後 媽媽 我覺得 對 所以 我每次去我都會先看蓮蓬頭 有沒有什麼東西 或者是 然後我們有時候刷牙時候 也會用蓮蓬頭的水 然後很靠近嘴巴 對 你怎麼知道那個上面有什麼 好厲害 所以我跟妳講 真的要 我以後會戴 以後會戴蓮蓬頭 那我從那個之後 我就都會戴蓮蓬頭 如果沒有戴 我會拿那個牙刷 把它先刷一刷 學起來 不要馬上直接 好 提醒 提醒大家 去餐廳不要吃生菜沙 吃熟的 對 今天要吃熟食 我的經驗是 你評論還是要看 對 因為像是很多店房網站 它是照片 一切都看得很美好 因為 你唯一的缺點是 你聽不到聲音 對 你不知道它的噪音 跟它的隔音是如何 對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去泰國 那泰國有一個就是 背包客的聖地 叫做很好山路 然後是全世界的背包客 都會去住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變成說 白天也在吵 然後晚上真的是吵到一個 就是有夜店 然後有酒吧 然後有 還有叫賣的 對 還有叫賣的 然後他們只要給他們啤酒 他們在路邊就可以開始跳起舞來了 真的 然後又有按摩的什麼的 我就拍了一段影片 然後我想說 我訂的這個 它的那個背包客棧 就在這條街上的正中間 很熱鬧耶 對 然後我那時候 你真的很吵 對 它就各種噪音 他們連按摩都要這麼吵 好吵喔 對 然後他們的餐廳 你就坐這個的樓上 就這條街的這個中間的樓上 那裡是最早的地方耶 對 還在跳 他們是不夜城耶 然後我那個時候還很天真喔 我就想說 沒關係這些 這些噪音等到打烊之後 應該就會 那個安靜很多 沒有 他們到 因為這個泰國就是 那個他們的那種夜生活 或者是他們的那種 紅燈區 什麼就開始在那邊 拉客 你就會聽到那個拉客的聲音 跟醉漢的聲音 然後在那邊吵架的啊 什麼什麼 各種都是在那個街頭上演 然後眉毛客它是那種上下鋪 然後一個房間 我們有12個床位這樣子 然後 我打呼聲嗎 每一個人就是回來以後 都是喝酒醉的 所以你就 然後 對 然後還有我之間講話就是 就是那種醉漢在講話這樣 好 然後我想說 沒關係 沒關係 他們這種通常都是 睡白天的 睡早上的 那睡到早上的話 我自然就會 就是至少可以補一下名這樣 早上的時候開始 那是早市的那個阿伯 那是早市的那個阿伯 那是早市的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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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用賣魚的啦 賣菜的啦 熱炒店的什麼的這樣 後來我就再回去上那個 這個 這個背貓客棧的那個評論區 我那個時候才看到說 大家都是講說 價錢很便宜 一個晚上只要500塊台幣 然後呢 地鐵很方便 你就算喝得再醉 你都可以走回自己的房間 什麼是大市的 對 然後什麼都是好處 但他講的都沒錯啊 可是他的那個差評都是在講說 太吵了 根本睡不上 太吵了 太吵了 其實烤山路還是會有 會有安靜的 我在烤山路也有住到安靜 那是在巷子裡 而且你可能住櫃 因為我住到的是 單人房 然後是風扇房 也是一個人五百 對 所以可能 可能那間是 其實還住錯 但是那間他是 他是跪在方便或是什麼吧 對 他是一下樓 就在那條夜店街這樣 可是烤山路真的就是這樣 就每個人呢 第一天就是騎旅找馬 第一天就隨便找 第二天早上的時候 所有的背包客都會出去找 換白天 換白天 第一天都是四住 對 四住 第一天都是四住的 我們那時候也是 我是去菲律賓 然後因為時候我們就想說 菲律賓不是自然就是比較危險 然後我們就想說 然後我們住在人多一點的地方 感覺比較安全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那時候 真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住菲律賓的 就是比較類似 紅燈去的地方 因為那邊就是很熱 那就是馬人家那附近這樣 然後我們就想說 住在那邊人很多 然後晚上你要吃飯 要玩 要喝酒 什麼都很方便 然後就很多那種路邊 很多那種街飯什麼的 我們就 你知道那種就是觀光客 就東看看西看看 因為人很多他們都會叫賣 這樣你過來看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看到一個人 都端了一個盤子 然後上面就有一些那種 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們就靠進去看 然後就聽到他講什麼 這樣 那我們就覺得很特別 我們在那邊看 他就說他就叫我們 他要再去拿 因為他覺得我們好像很有興趣 然後我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在旁邊的那個 我們在逛熟練 就等他過來 結果我們另外的朋友就過來 就說走啦 逛完了走 我們就說不行不行 我們要等那個 攀飯過來 他就說 不行 他說那個是那個 毒菇 他就講 對 我們就聽到 我們想說 Mushin是怎麼這樣 因為他們那個發音有一點 不太標準 然後我們就等 然後他就真的 他騎著那個摩托車 就拿了 除了那個Mushin之後 他們還拿了水 好像是那個蘑菇水還是什麼 然後就要賣完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那個是不好的東西 我們就跟他說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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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這樣 然後就直接這樣 好像很緊張這樣 然後 那種人 然後就另外後面兩台摩托車 就騎過來 就逼我們買 然後逼我們買 然後我們就很害怕 然後四處逃出來 後來看到一台藍色計程車 就那個Blue Bird 藍鳥 我們就趕快立刻上車 結果我們才知道 藍鳥計程車 因為在市區 有假的藍鳥計程車 我們坐到假的 然後我們就看 坐到假的 你知道這個是一個非常經文記 坐到假 我們就看到它那個跳表 因為我們不是住市區嗎 照理講 我們那時候從我們的飯店到 到那邊其實才 車費假設200 然後我們那時候才 剛坐上車已經500了 我們在 然後我就看到 那個時候那個司機 用手在那邊撥那個 撥那個 撥那個條就會跳 然後我們就一直看 欸 怎麼越快要1000塊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說 停車 然後我們就趕快給他錢 後來我們就想說 好 算了 我們就自己走回飯店 我去飯店的時候 就路上很多那種人 只要跟你對到眼 就說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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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失禮耶 我們要結束 真的嗎 而且他們的眼神都很銳利 我們就走過去 我們也就很害怕 剛剛今晚就看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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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在那邊吃吃的 算最好的 對 因為你們算稀有貨 雖然稀有貨 要算偏白 你知道嗎 超恐怖 所以不能住太近 剛剛有講說那個評價 太高不要相信 真的 因為有些評價真的就是假的 那有些他會跟你說 欸這個 如果你給我五顆星 滿分評價的話 就送你一個小禮物對不對 超價 有一間在釜山 有一間蠻有名的 民宿 然後也蠻漂亮的 然後已經很多人中招了 可是還是很多人不曉得 還是繼續中招 那他是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他的第一個評價非常好 他已經幾百幾千個評價 他還是4.9分 滿分5分 然後那個照片都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訂了之後呢 這個主人就會來跟你這個聯絡 第一個他會說 這個我們沒有冷氣 或者是說這個 我們的Check out的時間 他在他在民宿上面會寫說 Check out的時間是12點 1200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是中午12點對不對 對 對不起 不是中午12點 是半夜12點 怎麼可能 有這麼厲害嗎 誰都是半夜12點 所以他這個時候 他把你趕出給他 他把你趕出給他 好累喔 要不然就是說 你在入住的時候 你一定要給 相當於台幣五萬塊錢的 韓元才可以喔 然後這個時候 他會說 我這個上面都有寫啊 你沒有看到嗎 好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難道 我沒有仔細看那個1200嗎 但是 他就沒有寫Noon 也沒有寫 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自責說 為什麼我沒有仔細看清楚 真的喔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主人就會說 沒關係 那我給你一個選項 你換房間 我需要你的 訂房聘碼 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 不宜有差嘛 換房間的話 第一個有冷氣 第二個 不需要半夜Check out 或是說 不需要這個現場 給他很多的 現金的訂金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換房間啊 對啊 可是 就是 如果你一旦給出那個 換房間的聘碼 你就完蛋 怎麼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就會用你 那個訂房的聘碼 而且是你自己取消的 你拿不到退款 然後再用你的聘碼嗎 所以他的 很高的分數是這樣子 好可怕 非常可怕 而且已經有 非常多的受害者了 可是大家都還不知道 沒有辦法去 然後他們有去 有去講什麼關公司什麼 但是申訴到現在 都還沒有效 所以他還在繼續騙 這一間名字要爆出來 對 然後他會一直改名字 他已經改名字 我要分享這個 就是訂房網的那個文字 一定要看仔細 因為我在很之前 我跟我家人 就是反而我們是要去 就是去LA 然後那時候 因為你知道每次訂房的時候 他都會講說 現在這個折扣呢 就是一碗就是不到五千塊 只剩下一間喔 他不是都會有一個那種 但是有些人沒有這個 那些會現實 這十分鐘內就要訂 對 還有其他幾組人 也在看這個範圍 對 然後你就很急嘛 然後那時候 就我家人他就想說 那好 我要趕快訂這樣 然後他就訂了 然後反正後來 我們之後去住的時候 反正都還滿順利的 但是離開之後 飯店要我們要再多付 大概那時候快要 為什麼 的錢 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家人 他沒有看仔細 因為他那時候刷卡的時候 他一定會先把說 你的訂房這個房間的金額 然後可能稅 然後什麼他都會 全部會寫嘛 然後你就刷卡 然後確定金額 可是其實他們通常 下面還會有一個數字 那個是他們所謂的那個 然後就是你要 然後他會旁邊誇他會寫 現場支付 對 可是有時候我們很急的時候 付你會以為說 那個金額是 因為搞不清楚嘛 你覺得應該是包含在那個 刷卡的那個金額裡面 但沒有 一天的那個度假的稅 好像是快兩千塊 這麼貴 很貴 那時候我家人就拒絕付 因為他覺得 你為什麼 突然要我們付錢 不可能拒絕付我 為什麼要呢 他就拒絕 因為他搞不清楚 再加上會有這個 溝通上的困難 然後最後那個 警衛就出來了 就是你又不要付錢 就搞得很尷尬 對 但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有一個那個 是要現場去支付這個稅 對 你喜歡我們這一集 接受的內容嗎 現在要注上的是 按上訂閱 開啟小鈴鐺 跟著我們一起 Chill Chill 快點快點 按這按這 這這這這